-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領跑的選手們 就是在這個這一局的裡面是否可以維持到最後 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先馬上的看到兩台的雪國冰屋 然後這一局有沒有人去拿領跑的出走 我們等一下也是可以再來看一下這個開局了 - 有,這邊我們的狗狗開的是我們的四季九 - 哎呦,這個四季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所講的領跑出走啦 那這裡的話,前面看一下這個道具如何 這個捷徑過得也還不錯 然後小噴過捷徑要再來一次嗎? 這裡是可以直接過的,沒問題 現在狗狗跟Miss Boone在前面也有一個位置 水昌營出手是有一個護盾 那前面雷電也有天使去做一個保護 - 沒錯,其實隊友的天使釋放也是相當的精準喔 - 然後後方的話有一個飛彈入手,擋到了小噴 小噴直接頂在了墓碑上面 這一波濕速其實濕的蠻多的喔 其實那狗狗已經跑得不見蹤影了 - 而且後面的呂布也上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可以去做一個助攻 - 看起來虎柯這邊的選手也是有蠻多的輪替喔 - 虎柯這邊燒賣的一個冰球是砸到了狗狗 - 來到了第二圈的一個跳台 - 燃燒蛋有命中,這個冰球也成功命中 - 而且他是在捷徑前阿 - 剛剛看起來好像是被自己的隊友丟到阿 - 哎呀,那這裡又吃到了一個飛碟 - 皮蛋前面很危險 - 而且他現在是只有一個人在零跑位的位置 - 後方要承受著對方兩人一個瘋狂輸出 - 燒賣即將在後面來進行一個反超 - 燒賣這邊還有一個燃燒蛋跟一個蛋器 - 看他怎麼去做選擇 - 當然皮蛋這裡已經選擇 - 把自己的位置拉到的是後面喔 - 再去做一個飛彈的進攻 - 還有一個天使 - 再一個水...跟正是冰球 - 它這個天使的示範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錯阿 - 這裡在停車 - 然後阻擋自己差一點面對到的是對方水球的一個進攻 - 大魔王掉下去了 - 魔王在練習 - 又一個冰球 - 但是這裡應該沒有什麼人可以去阻擋 - HY - 衝擊這個終點的位置 - 狗狗其實就在旁邊喔 - 但是藍方有三四五名 - 三四五名都是藍方 - 又是水蒼蠅有 - 水蒼蠅有 - 水蒼蠅有達到 - 那這裡的話 - 狗狗能不能衝擊一下這個第一單 - 沒辦法因為miss笨已經補上了 - 這就是二三四名的一個優勢 - 我們即將恭喜 - 在這裡的話是 - 蛋大成功拿下一局 - 沒錯就是照我們剛剛講的劇本喔 - 蛋大就算是競速失了五分 - 但是他還是能夠靠道具賽來吃點血 - 沒錯 - 但這個雪國冰屋真的 - 起到了很不錯很不錯的一個效果 -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 這裡在蛋大是放了兩個雪國冰屋啊 - 而且他們並沒有世紀的一個初賽 - 反而是普科他們有去分配 - 他們有去分配這個領跑的車種 - 但在這個蛋大這裡的話 - 全部都是赤爺鳳凰加上雪國冰屋 - 都是這種進攻型的賽車 - 所以他們都是比較偏向是攻擊性的 - 你覺得這樣子的賽車分配 - 你覺得怎麼看 - 其實他們這種的攻擊性強的車種 - 越多的話對方的領跑車種 - 像剛剛的狗狗 - 其實他都過得不是很舒服 - 因為會一直被一些干擾性的道具去做一個進攻 - 其實我們剛剛上一局看到狗狗也一直都在領跑位置 - 確實沒錯 - 但他沒有隊友跟上 - 他隊友已經被對方的這個雪國冰屋 - 還有世界鳳凰 - 轟到抬不起頭 - 這個在比較後面排名的一個位置 - 導致說前方的領跑車選手 - 沒有辦法去有人在同旁協助 - 那對方就可以很輕而易舉的進行一個進攻 - 馬上進入到的是關鍵的組隊道具 - 第二場的一個賽事 - 我個人非常期待這場賽道 - 這場賽道真的很容易發生一些碰撞 - 馬上來看他開局 - 相當的短喔 - 應該可能一分鐘左右就會結束了 - 當贏 - 但在這個賽道上面 - 有機會把別人碰下去嗎 - 看小地圖應該是沒有人掉下去的 - 沒錯大家都過得相當的穩喔 - 那這裡看一下吃到的道具是一個護盾 - 前方飛彈進攻 - 這個加速帶HY吃得很不錯 - 吃到妳的快速帶 física - 如果那面 Newton reached karena好 - 反而馬上就利圖來到第一了吧 - 但僅僅是第二圈 - 看這裏有一個自爆彈 - 做一個限制前方有飛跌 哎呀 呂布掉下去了 呂布掉下去 呂布掉下去了 但他看起來 副位還是副位在這個橋上 他落後的距離其實不會到太多 對 但是這一個衰尾反而是有連帶到自己的隊友 狗狗 這一局 又得扣你了 這個雷電 有盾牌 而且這裡要被推下去了嗎 稍微大車停滯一下 現在一二名都是蛋大的選手 燒賣直接領著加速蛋 直接加速器往前衝 捷徑到了最後一個彎了 再一個水球 有機會限制到嗎 欸 我打到 它是一個撞 它把它撞進終點了 它的水球是有水到我們的Miss Ben的 你有沒有看到嗎 狗狗它踩到了加速蛋 然後把前方這種水球的人撞進終點 剛好Miss Ben從水球落地之後 它是一個實體狀態 所以是會被後面的車手給推擠到的 哇 峰迴路轉的一局 蛋大2比0 我真的覺得這個最後的結局 有一點小小的運氣成分 但確實打得很好啊 哇 它已經用水球去做限制了 其實前方它一個打兩個 它已經先把對方的一名選手 HY吧 我記得 控制在後面 然後最後關鍵的水球 其實它也有命中 這個水球命中之後 我已經基本上可以確定 他們應該要拿下順利了 但最後這個加速器 位置其實都一樣 所以它把對手撞進了終點裡面 只是說那個距離就剛好差那麼一點 如果距離再近一點的話 其實是會在它還沒落地前 就可以做一個超車了 對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難道道具賽是蛋大主宰的局嗎 而且蛋大的道具 道具賽的那些冰球的施放也是相當的精準 的確的確 來看一下冰沙目的 這也是一個偏簡單的一個賽道 好的 那馬上的來看一下 道具賽的最後一場囉 看一下這個領跑的位置 這裡道具雙半沒有吃到 不過這邊HY是開了四季喔 它是換車了 這裡想要來拼一個領跑 柵欄沒有限制到太多 狗狗依然是在前面領跑的一個位置 跟燒賣來去做一個對拼 但前面的我覺得排名順位其實蠻交叉的 沒有說哪一隊有特別大的一個優勢 沒錯 我還是要看關鍵的最後一圈 大家的一些關鍵道具 怎麼去做一個運用喔 第一名狗狗現在是有兩個盾牌的喔 其實挺穩的 有Miss Ben喔 吃到了冰球 在後方這裡被燃焦彈打到 Miss Ben的速度直接掉了下來 這抓距離了嗎 有 HY跟燒賣開始在阻擋 後方冰球直接命中燒賣被限制住 前面又剩狗狗一個人了 再吃到一個飛彈 他還有護盾 還能再擋一下 後方Yandy補上 這局狗狗已經把他前面全部的道具都已經吃掉了 在旁邊 後面還有一個水槍彈 還有護盾 哇 他盾真多 但他後面必須要面臨對方三個人的一個進攻喔 伯仲倒是衝了上來 這邊還是要祈禱隊友馬 能夠盡快的上來去出了一個支援喔 沒錯 我這裡吃到護盾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用作 這個護盾剛剛講完原來有用喔 然後後方 再一個雷電 打下來 前方水蒼蠅 護盾擋掉 那這個領先幅度其實蠻巨大的喔 這裡再打到 有 有盾 這裡被吸起來了 後方MISS BUN衝了過來 最後的一個過程 他有兩個盾 他直接開 但是還有一個算是障礙物 沒有辦法阻擋住他 我們恭喜蛋大 他最終又完成了逆轉 MISS BUN 連拿兩局啊 我的天啊 最後的那個 池鐵去做一個 空中的一個超車喔 哇 那最後的話 這個雪國冰 又拿到了單場的MVP 各位 3比0 坑哨 刀劍野外修煉館 其實 從一開始的一些 比較窄的一些 過完一個橋樑之後 有一個大上坡 上坡其實 就可以做一個 比較 風險高的一個單坡 不過那邊 會高一點 最後是中洞VS 煙影喔 謝謝今天沒有出賽喔 他們還是把他們的大腿 推了出來 喔 所以是沒有派 狀態比較好的 謝謝 好 馬上來看一下這場 精彩的單調賽 前面的開局中洞 拿到了一個守衛 煙影 煙影 這裡好像有點小貼 然後磕碰到了 其實煙影已經是走一個 比較保守的路線了 可是他還是去做到一個 撞牆的動作了 對這裡撞到 那速度慢了下來 這裡是不是 好像連尾油都吸不太到啊 沒錯 不過這張地圖 其實後面 跟一開始都有一個 滿大的直線 可以去做一個後追喔 對 所以還有機會 畢竟只是第一圈而已 那在前面的話 我覺得中洞就是穩穩穩住 盡量不要發生太多 非受破性的一個失誤 對其實中洞這場跑的也是相當穩定的 目前為止 來到第二圈囉 不過煙影這個氣量是不太夠的喔 這邊應該會小小抓地一下 這個至少在彎道上面 兩個人都沒有發生太嚴重的失誤 但是關鍵的這個地方 這一圈煙影過得還不錯 距離好像沒有拉近耶 中洞完美的表現 看起來是要為隊伍拿下關鍵的一分了嗎 他在... 看一下... 看一下小... 看一下小地圖 好像不錯喔 對 看一下小地圖 煙影其實也跟得滿緊的 但就是有一個小小的距離 他始終沒有辦法拉近 好像拉近了一些 這個能到尾劉克西的地步嗎 看一下關鍵的... 最後面的跳台 看起來是沒辦法了 最後是蓋中洞 最後穩穩的進入中洞 終點我們恭喜蛋大 又再度的拿下 競速賽的個人勝利 單挑大贏了BD車隊的煙影 恭喜他們 哇... 5比4 讓我追4啊 讓我追4讓我追4 欸那其實 蛋大真的有打回來 如果他們前面兩局 真的有穩穩的拿下的話 其實他們今天甚至是可以在積分上面獲得勝利的 但我覺得兩邊其實都打得不錯 然後在... 這個... 蛋大這邊特別要去鼓勵的就是 就是在面臨0比5的一個絕境 步驟